接連出境被檢出陽性 指揮中心公佈採檢結果 日本學生自費採檢陰性 國內採檢213人陰性結案 太極移購二採 太方回覆不確定 但仍用陰性結案 不過比利時工程師 以及新增的日本工程師 目前感染來源不明 陳時中仍不認為有社區感染 拿出數據佐證建立信心 缺席三場記者會的陳時中 再度上火線 表情相當嚴肅 雖然匡鏈接觸者都呈陰性 但會中又公佈最新的口罩政策 包含原本的醫療照護機構大眾運輸 現在連賣場補習班 展演競賽場所 甚至連廟會或做禮拜 八類場所都要進行 感染科醫師認為不單純 懷疑疫情有吃案 自己又一方面否認社區感染 一方面又做人的社區感染的作為 這個標準的就是一二到零 除非吃案 吃案我現在就中毒了 吃了這麼多COVID-19 那也糟糕 用開玩笑草草帶過 卻無法掩蓋緊縮的口罩政策 繼台中 台南之後 新北市也宣布不戴口罩 將要開罰 中央對感染來源不明 故作鎮定 卻由不普篩或擴大疫調 就怕步上越南後城 各地方政府只能開罰自暴 記者 黃鐵澳 陳吉根 台北報導